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人多热闹的时候 也总是想起她 暗自伤心落泪 潘金莲看在眼里又肚又恨 她没有好好的爱过谁 她不能理解西门庆对李平尔的那番情谊 她不能理解西门庆的相思牵挂不舍 那些在她看来都是虚情假意 她说了 人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 偏有那些杨死卑假孝顺 她不明白 自己为什么就斗不过一个死去的人 她也不明白 都是你的老婆做什么 抬一个灭一个 而西门庆对李平尔越是一往情深 她就越是恨潘金莲 潘金莲以为她铲除了李平尔就可以独宠 但是西门庆大概对她是又怕又恨吧 如果说李平尔带给西门庆的是财富的增加 地位的提升 子嗣的延续 那么跟潘金莲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黑暗 只有罪恶 武大被毒杀 武松被流放 宋慧莲的自杀 莱忘尔的被递解 宋人的死 光戈尔的妖王 李平尔的死亡 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 她也不愿意面对如此丑陋的人生吧 如果说李平尔是天堂 那么潘金莲就是地狱 谁不想留在天堂的光明美好当中呢 谁愿意在黑暗的地狱里面挖坑呢 西门庆又有很久没去潘金莲的房间了 一个死了 却活在西门庆心中的女人 潘金莲拿她毫无办法 但是要对付活着的女人 她有的是方法 自从西门庆受用了如意尔 如意尔就开始张狂起来了 老婆自视得宠 脚跟已牢 无负求告于人 就不同往日 打扮瞧没瞧样 在丫鬟伙儿内说也有 笑也有 早被潘金莲看到眼里 潘金莲以为她铲除了阻碍她人生的一个个障碍 从宋慧莲到关戈尔到李平尔 她就可以高枕无忧 只要她在这样的吴月良的行踪掌握在手里 她就可以呢 暂无不慎 但是 西门庆身边的女人 是赶不尽杀不绝的 而在这样的斗争里面 似乎呢 也永无止境 有句歌词说得好 人多时候最孤独 笑容也寂寞 这个时候总让人想起啊 内心珍藏的那个人 西门庆也不例外 这一天西门庆又想起了李平尔 说呢家中白酒呢 就不见他 但后面送上了果笛尔 他就跟了应伯爵抱怨 说他在的时候 都是呢 经了李平尔呢 整弄的 现在他不在了 游着下碗门 多弄 你看成什么样子 也没有一口呢 硬渴的菜给我吃 西门庆仍在呢 缅怀李平尔 他越是如此 女人们呢 越是呢 记恨 西门庆的话都被呢 潘静年偷听了去 赶紧跑到后面 一五一十的呢 讲给吴月娘 月娘道 随他说去就是了 你如今却怎样的 前日是不是 他在十日吉许下 把秀春叫 服侍他二娘 他倒睁着眼和我叫 死了许多神 就分散他房里丫头 叫我就一声再没言语 这两日你看他那媳妇子 和两个丫头 狂的有些样 我当开口 就说咱们挤错他 金莲道 娘 我也见这老婆 这两日有些别模改样的 最怕这贼没脸吃货 这日在那屋里缠 要了这老婆也不定的 我听见说 前日与了他两对簪子 老婆戴在头上 哪与这个桥 哪与那个桥 如意尔的确是一个呢 不识相的 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张狂的连吴月娘都看出来了 那就不要说呢 盘金莲呢 看不过去 要呢 对付她了 至于下旬的一天 西门庆 躲过盘金莲 悄悄地呢 去了李平尔房间 第二天 盘金莲打听得很清楚 说呢 西门庆跟如意尔在一起 又去呢 吴月娘面前去挑拨了 说呢 大姐姐 你也不管管她 他将西门庆呢 骂了一顿 然后又说了 不明不暗 弄出孩子来 算谁的 又像呢 来望儿媳妇 今后在我们面前 上头上脸的 成什么张志 对于西门庆 收用如意尔这件事情 盘金莲呢 是非常的上火 非常的着急的 因为如意尔跟王六尔不一样 王六尔呢 是家外的 她是有丈夫的 如意尔 是家内的 表面上看 她也没有丈夫 万一有了孩子的话 自然而然的呢 就会成为呢 西门庆的妾 那就会成为呢 第二个呢 李平尔 那时候呢 盘金莲呢 也就呢 无计可施了 而如意尔呢 又让她想起了 宋慧莲 那可是她心头的 一根刺啊 让她心痛 让她难受 她无论如何 也不能呢 让历史重演 对于盘金莲的挑拨 吴月娘看的呢 清清楚楚 她也呢 学聪明了 再也不愿意做呢 出头的鸟了 她说 你们只要栽派 教我说 她要了死了的媳妇子 你们背地 都要做好人 只怕我合在 岗底下一班 我如今又做傻子了 你们说 只顾和她说 我是不管你这闲照 死了的媳妇子呢 指的是宋慧莲 吴月娘也不是傻子 直接用宋慧莲 来刺激潘金莲 当时宋慧莲 跟西门庆偷情 就是你呢 从中帮忙 将我一个人 蒙在鼓里面 最后你也 自作自受了吧 但是吴月娘 也非常清楚 只要有潘金莲在 没有哪个女人啊 能成为呢 拦怒苦 只要有潘金莲在 她一定呢 会把蝶人呢 都清理干净的 而她自己呢 身为妻子 现在呢 有有孕在身 人生已经有了 足够的保障 她还要争什么 抢什么呢 其他的人 想干嘛就干嘛 由你们去吧 11月12 西门庆上京 谢恩 将妇人们 都留在了家里 吴月娘吩咐了 各处呢 管好大门 各处呢 严查 这样 她今年就没有办法 跟陈金记有所勾搭 她以为是 如意尔呢 在吴月娘面前 说了她什么坏话 所以整天呢 跟如意尔斗气 事情呢 很快就升级了 导火线呢 不止一提 就是一根棒锤 这一天 吴月娘收拾了 西门庆的一些汉山小衣 让如意尔呢 去坐 然后跟韩嫂儿 一起浆洗 就在李平尔那边呢 晾晒 天巧 这一天春梅啊 他们也在那屋子里面 洗裙子 要垂衣服 就让秋菊 去李平尔房间 接棒锤 如意尔跟迎春 真的用着 就呢 没借 潘经年一听说此事 就愁心恨啊 一时一涌上心头 终于找了个由头啊 可以发泄了 所以她跟春梅说了 你亲自去教 她不愈 你骂那淫妇 不妨是 春梅一听 果然呢 就冲过去了 说了 哪个又是世人来 借个棒锤石石 也不遇她 如今这屋子里 又冒出个当家人来了 春梅啊 的确是潘经年的呢 好姐妹 两个人呢 心有灵犀 潘经年什么也没说 但是呢 春梅已经呢 一清二楚了 重要的不是 借还是呢 不借棒锤 重要的是什么 这屋子里又钻出了呢 一个当家人 问题是 棒锤是李平尔屋子里的 将洗衣服是 吴月娘丰富的 如意尔也没说不借啊 只是说等自己又完了呢 再见 潘经年跟庞春梅 有什么理由发火呢 有理没理并不重要 重要的这是一个呢 宣泄的机会 所以潘经年自己呢 也冲了过去 将如意尔呢 大骂一顿 你这个老婆 不要说嘴 死了你家主子 如今这屋里就是你 你爹身上衣服 不说你那个人拴鼠 谁硬得上他内心 俺这些老婆 死绝了 叫你替他 讲洗衣服 你死拿这个法 想法呢 我好耐精 耐怕 如意尔又将 吴月娘这个挡箭牌 搬了出来 替自己呢 辩解 说呢 这都是呢 吴月娘 丰富下来的 他今天也没有办法 只好呢 侧面进宫了 不再呢 纠缠棒锤这个事情 他说了 贼歪腊骨 慈汉的淫妇 还叫说什么嘴 半夜替爹地茬服 本是谁来 好批傲穿 是谁来 你背地干的那件 你说我不知道 头就偷出肚子来 我也不怕 贪经年的一番话 肯定让如意尔心了 凉了半截了 都是在李拼儿房里 发生的事情 只有他自己 只有迎春跟秀春 知道的事情 贪经年怎么会知道的呢 清清楚楚 好像全部看到了一番 谁生内奸 谁出卖了他 如意尔这么一想 肯定是心惊肉跳 所以在慌乱之中 他开始可不择言了 所以震惊有孩子的 还死了 我们能到哪儿去 意思是说 李拼儿有孩子 他不是死了吗 我们算什么东西 如意尔的话 正好击中了 潘经年的痛 听着不由心头露奇 粉面通红 向前一步 一把扯住如意尔的头发 只用手 抠他的腹 那这个两个女人 从互相看不顺眼 到发生争吵 一直上升为武力冲突 但有趣的是什么呢 潘经年的动作 他除了女人打架 常用的招数 抓头发以外 他还呢 用手 扣了如意尔的肚子 看到这里啊 不由的又对呢 作者呢 表示呢 崇拜啊 他实在呢 太了解人性 太了解女人了 潘经年这样的一个 下意识的动作 正好暴露了他心中啊 最害怕的东西 担心 如意尔怀孕啊 才是他心中啊 最大的一个隐痛 在潘经年眼里 如意尔就是呢 宋慧年在生啊 所以他说了 即便你是呢 宋慧年从生 我也不怕你 嘴上说不怕 其实心里面怕着呢 为什么呢 因为如意尔比宋慧年呢 更有呢 杀伤力 宋慧年他是有丈夫的 他想 登堂入室 并没那么容易 而如意尔是没有丈夫的 他如怀了孕的话 很容易就变成了 西门庆的妾 所以 潘经年呢 非常的恼怒 所以这场冲突呢 才如此的激烈 借棒锤 本来是一件呢 微不足道的事情 怎么会引发如此 激烈的一个冲突的呢 前人说过这样的话 借棒锤起性 相行也 有为妇女所必须之物 欲使人之争之大 有故也 现在更有人呢 非常呢 直接的呢 说出来了 棒锤是什么 棒锤是男性呢 生殖器的象征 所以呀 借棒锤 就不像那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了 借棒锤这件事情 背后 其实是两个女人啊 对西门庆 控制权的一个竞争 这两个女人啊 在西门庆的心里 是一个更有分量的 一个竞争 在西门庆 潘经年跟如一尔 在这场战争中 谁能够取得胜利 还取决于西门庆的一个态度 11月24 西门庆从东京回来了 第一个晚上 她去了吴月娘的房间 第二个晚上 她去了潘经年的房间 我们知道 潘经年呢 更有呢 胜算了 以她的能力 她呢 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魅力啊 让西门庆 站在自己一边 第一个晚上 潘经年 以一种卑微 但是非常刺激的方式 吸引了西门庆 第二个晚上 西门庆从外面回来 就一直呢 去了潘经年的房间 这一天 潘经年呢 私以柔情啊 向西门庆倾诉 她的相思之苦 这样一个忧愿的 归宗少妇的形象啊 铁石心堂的人 都会动心 更不要说 西门庆这个呢 见了女人啊 耳根子就特别软的男人啊 所以西门庆刚刚经表白 这么一大家子人 谁都知道 我在你身上多一点 潘经年等的就是这句话 立刻呢 不依不饶的呢 进行了控诉 你还哄我嘞 你那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心儿 你说我不知道 想你和来望媳妇子 蜜条油也是的 把我来就不理了 落后里皮儿生了孩子 见我如同屋眼鸡一般 今日都往那去了 剩的努老实的还在 你就是那风里洋花 滚上滚下 如今又兴起了如意儿 贼歪腊骨来了 他虽问怎的 只是奶子 先放着他汉子 是个活人妻 不争你要了他 到明日又叫汉子好在门手 放牙腊了 你为官为患 传出去什么好题 这段话是西门庆的浪荡史 也是潘金莲的一篇呢 血泪战斗史 也确 从宋慧廉到李贫儿 再到如意儿 他一直呢 身见斗争的漩涡 不能自拔 这个一句话说 如意儿是活人妻 这太有难 杀伤力了 然后西门庆一下子 就想起了呢 来望儿 想起了宋慧年的自杀 想起了宋人的闹事 就在西门庆脑袋 一机灵的情况之下 潘金莲呢 继续告状 讲了接棒锤的事情呢 又讲了一遍 继续呢 步步紧逼 没了理 行儿 他就顶了窝 雪你对他说 你若服侍的好 我把娘这份夹的 就与你吧 你真的有这个话来 在如意儿这件事情上面 西门庆本来就没呢 做对 本来就非常的理亏 当然更不愿意落下 说要让如意儿顶了 李贫儿的窝 这样的一个罪名 在这个潘金莲的强功之下 一下子呢 就败下正来 说了 你呢宽恕了他 我让他明天来给你呢 赔礼道歉 潘金莲呢 忍人呢 步步紧逼啊 说了 我不要他来给我赔礼 我也不让你去他 那个屋子里睡 在这一场 潘金莲跟如意儿的战争当中 潘金莲又再次的 施展了他的性魅力 再次的获得呢 对西门庆的掌控权 如意儿已是呢 毫无悬念的呢 一败出地 李贫儿给了潘金莲 太多的呢 潜车之鉴 虽然 李贫儿跟西门庆 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对他们的情况啊 了如执照 但当李贫儿 嫁过来之后啊 他呢 就失去了掌控权 让李贫儿的力量啊 凌驾于呢 自己之上 所以啊 这一次他一定要呢 吸取经验教训 一定要呢 将如意儿的 牢牢的呢 掌控在呢 自己的手中 所以潘金莲跟西门庆 各让了半步 西门庆继续跟 如意儿呢 保持关系 但是呢 不会有更深的发展 潘金莲同意了 西门庆跟如意儿 之间的关系 但是他要保持呢 对他们两个人的行动啊 掌控 在这一场啊 男性跟女性的呢 心理战中 西门庆更多的呢 采取了一个妥协的姿态 大概 如意儿活人妻的身份 意味着太多的麻烦 让他呢 也就懒得呢 对如意儿呢 有更多的呢 维护了 第三个晚上 西门庆忍仍然去了呢 潘金莲的房间 这足以呢 给潘金莲呢 更多的面子 更多的呢 虚荣了 第四天 西门庆终于呢 去了呢 李平儿那边 如意儿也终于有时间呢 告状了 可惜那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潘金莲的枕变风 慢慢的 有力的吹 已经让呢 西门庆完全呢 站在了他的一边 他又完全呢 单据了呢 泰式的一个主动权 所以对于 如意儿的一个呢 倾诉啊 西门庆呢 非常的漫无尽心 说算了 明天啊 你去跟他赔个礼 道个歉吧 潘金莲 于如意儿的战争 以如意儿的 全县溃派呢 告终 但作为一种补偿 西门庆答应呢 今天晚上呢 来李平儿的房间 西门庆要将 李平儿的皮咬啊 送给潘金莲 而如意儿呢 也跟在后面呢 要这呢 要那 如意儿以 西门庆呢 为靠山 他要的是 在这个家庭里面 生存下去 要的是物质的富足 所以他不介意 或者他甚至很乐意 做一个呢 李平儿的影子 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他很清楚自己 跟西门庆之间 只是呢 一种交易 所以他从来不会错过啊 物质上的一个呢 需求 总是呢 不时时机的 为自己呢 争取 获得呢 索取呢 更多的东西 西门庆让如意儿 去给潘金莲 送皮药 实际上 是要让如意儿呢 去跟潘金莲 陪礼道歉 于是向前 磕了四个头 妇人道 姐姐们 这般却不好 你主子既爱你 长烟船多不爱港 车多不爱路 那个好作恶人 你只不犯着我 我管你怎的 我这里 还多着个影儿呢 如意儿道 阿娘已是没了 孙氏后边 大娘承揽 娘在前边 还是主 早晚望娘抬举 小喜不敢欺心 哪里是夜落归根之处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 如意儿呢 是呢 彻底的 向潘金莲 陈服了 潘金莲 这个厉害的女人啊 又一次 以自己的方式呢 解决了一个呢 对手 这天是孟宇楼的生日 西门庆喝醉了 她还记得 跟如意儿的约定 所以就要往呢 李平尔房里去 不想 潘金莲站在门首 就将西门庆呢 拉了进来 就这样西门庆呢 半路上 被潘金莲打劫了 虽然如此啊 西门庆也算是一个呢 首信用的人 还是记得呢 跟如意儿的约定 就要拿着呢 银器包儿 去呢 找如意儿 潘金莲不肯 在这里呢 我们再一次看到呢 银器包儿 其实 这不是银器包儿的问题 拿着这个东西 就意味着什么 性的掌控权 这里的人是争夺的呢 性的控制权 器具在谁的手里 谁就更有呢 发言权 人已经呢 完全被雾啊 给异化掉了 西门庆拿着东西呢 要出门 这时候潘金莲说了 你过来 我吩咐 慌走怎 西门庆说 你还有什么话 潘金莲说 我许你和他睡 你便睡 我不许你和他呢 说甚闲话 让他在我们跟前呢 上头上脸的 当西门庆在潘金莲的房间 游宿呢 三个晚上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又发生了变化 潘金莲又重新获得 西门庆的呢 掌控权 所以这时候 他跟西门庆讲话 用的是什么 你过来 我吩咐 不许 许 都是呢 命令的口吻 命令的语气 西门庆可以跟如意尔呢 睡觉 但是呢 不能聊天 因为睡觉 只是睡觉 爱完全变成了欲望的宣泄 两个人话说多了 就变成了呢 情感的交流 人人之间的关系呢 也会发生变化 他今年刚刚从李平尔 带来的呢 教训当中 带来的阴影当中啊 找出来 所以 这给他的教训就是 西门庆啊 跟别人有关系 没有事情 但是西门庆 再也不能去喜欢 其他女人 再也不能呢 爱其他女人 如意尔是李平尔的 替代物 在书里面 又得到了呢 一个证明 西门庆非常夸赞 如意尔的呢 白皙皮肤 也说了 我搂着你呢 就如搂着他一般 西门庆也许是想 从如意尔这边 得到呢 慰藉 但是呢 如意尔不是这么想的 他要的是未来的保障 要的是呢 物质的富足 所以他才没有心情 跟你呢 去谈情说爱 当西门庆 在忙着抒情的时候 他又开始呢 要这要那了 他今年特别的 关照 他就说吩咐 西门庆 你不要呢 跟如意尔呢 闲聊 可是 就在这个晚上 他们却说了呢 特别多的话 西门庆突然想起来 问如意尔 姓什么 多大年纪 让知道如意尔姓张 排行第四 年纪呢 比自己小一岁 西门庆一时高兴 说了 张四 我的儿 你用心服侍我 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 你好生看奶着 你若有造化 也生长一男半女 我就扶你起来 与我做一房小 就顶你娘的窝 你心下如何 潘静莲最担心 最害怕的事情 正在她背后啊 一点一点的呢 发生着 她以为她可以呢 掌控一切 但所有的事情啊 都有自己呢 发展的逻辑 都有自己呢 运动的一个方式 根本是她呢 无法操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吴月娘与潘静莲 一个是妻 一个是妾 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面 当然也没有呢 争斗的可能性 但是潘静莲呢 偏偏很不安分 在李平儿死了以后 她就帮目标盯上了吴月娘 还野心勃勃地想跟上一层楼 李平儿房中的内奸是谁 这是书中的一个谜 我们不知道 但是吴月娘房中的内奸啊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那就是玉霄 早在李平儿头七的那一天 家里面一片忙乱 偏偏有人啊 有闲情一致啊 那就是玉霄跟书童呢 在花园的书房里面偷情 这是在花园里面发生的事情 肯定逃不过呢 潘静莲的眼睛 两个人呢被抓住了 书童带了一些首饰 带了一些汉金呢 跑掉了 潘静莲呢趁机要挟欲销 他提出了呢三个条件 一件 你娘房里但凡大小事就来告我说 你不说 我打听出 定不饶你 第二件 我但问你要什么 你就烧出来鱼我 第三件 你娘向来没有生育 湖金 他只身边有了 这三个条件非常的阴险 将吴月娘的行踪啊 一举一动都掌握在了自己手里面 而首当其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潘静莲要了解吴月娘怀孕的秘密 西门庆从东京谢恩回来以后 连续三天呢 在潘静莲房间呢留宿 那第四个早上 又去呢李平儿房间 拿了皮药呢 给潘静莲 如意儿呢 也趁近呢 要了一些呢 衣服首饰 吴月娘 拿着李平儿呢 房间的钥匙 却是像帮别人的看守的仓库 别的女人可以 从西门庆这里要皮药 可以从西门庆这里呢 要衣服 她只能呢 做个旁观者 眼看着 白云庆自己所有的财物 却成了呢 别的女人的东西 吴月娘的心啊 都在滴血了 这一天 西门庆跟吴月娘讲起呢 拿皮药的事情 吴月娘呢 瞅了她一眼 说道 以自家把不住自家嘴头子 她死了 趁人分散她房里丫头 像你这等 就没得话说了 她现放皮袄不穿 巴巴只绕着皮袄穿 早是她死了 你指望着皮袄 她不死 你只好看一眼罢了 西门庆的确呢 非常的理亏 耳根子呢 太软了 所以被吴月娘说的呢 雅可无言 11月27 这一天也是呢 沐浴楼的生日 本来啊 西门庆应该去 沐浴楼的房间 吴月娘也是这么认为的 却听说啊 潘金莲讲 西门庆 半路上打劫了 她当然不知道 西门庆后来呢 去了如意儿的那里 所以呢 对呢 潘金莲非常的气恼 骂她 浪风发起来了 慌得奔命地抢男人 对潘金莲非常的呢 鄙视 玉校竟然是 吴月娘房中的内奸 听了这些话 当然要去呢 向潘金莲汇报 关于皮尔尔的事情 关于吴月娘说她 把男汉子的事情 潘金莲听了以后呢 也很愤怒 但是呢 还一时找不到 发作的机会 事情呢 还有很多 11月28 西门庆家的女人们 去应伯爵家呢 吃满月酒 家中只留下一些 丫鬟 扑腹 在前边的花园里 如意儿和迎春呢 邀请春梅 以及潘姥姥呢 去他们那边呢 吃酒 春梅啊 知识尊崇 也想呢 在如意儿面前呢 炫耀自己的 与众不同 就让小丝到后边啊 叫申二姐 去她那边呢 唱曲子 申二姐是什么人呢 是啊 王六儿 心静介绍到呢 西门庆家的 刚刚在西门庆家呢 走动唱曲子 她哪里啊 知道西门庆家的 水深水浅呢 所以她说了 你春梅姐 她稀罕整的 也来叫的我 申二姐说的 没错啊 说明她也只是个丫鬟 都是呢 伺候人的人 凭什么你对我 要三喝四的 凭什么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其他的人都知道 春梅的脾气 让呢 申二姐过去 申二姐偏不 做住了 不动身 春梅啊 本来想在如意儿 她们面前 炫耀自己呢 得宠的呢 一个状况 没想到呢 讨了个没趣 碰了一笔子灰 哪里受得了 如此待遇啊 对于怒气冲冲的 跑到后边 将申二姐呢 一顿呢 痛骂 将申二姐呢 骂回了家 她回到前面来 还得意洋洋的呢 跟其他人说了 想众人说道 其我把贼侠淫妇 一顿骂 立碾了去了 若不是大镜子 劝着我 脸上这与贼侠淫妇 两个耳挂子才好 她还不知道 我是谁呢 叫着她张这儿 拿班做事 看到这些话 我们觉得非常的无语 村民他以为 自己是什么人呢 不就是一个呢 得宠的奴才吗 看起来他心高气傲的 实际上他欺负的 都是跟他同一个阶层的人 从秋菊到如意尔 从孙雪娥到申二姐 五月娘回到家 发现呢 申二姐走了 听说了事情的缘由呢 也非常的呢 生气 觉得呢 春梅啊 没大没小的 就让呢 潘金莲好好管教一下春梅 潘金莲当然是站在了春梅这一边了 反而说呢 申二姐的呢 不是 说呢 难道我为这夏淫妇 打她几棍子 本来 五月娘因为 潘金莲要皮咬 把男汉子的事情呢 就很了愤怒 潘金莲呢 当然也因为呢 五月娘在后边说她的不是啊 亲中的很不快 两个人就借着 春梅骂申二姐的事情呢 当面吵了起来 但是 潘金莲只是一个妾呀 怎么可以跟妻子如此的顶嘴呢 那实在是呢 越来越不像话了 下面的事情呢 还更加的严重 墨浴楼 李娇儿他们都走了 五月娘也去自己的房间呢 换衣服了 金莲在那边屋里只顾坐的 等着西门行一打 往前边去 今日晚西 要吃薛姑子服药 与她交够 徒人子日好生子 见西门庆不动身 走来掀起帘叫她说 你不往前边去 我等不等你 我先去耶 西门庆道 我儿 你先走一步 我吃了这些酒就来 那金莲一直往前边去了 潘金莲实在是太猖狂了 竟然在五月娘的房间里面 跟她呢 抢了西门庆 你说说看 哪个女人啊 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呢 发生呢 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羞辱呢 更何况 潘金莲在这之前 还一旦呢 挑战五月娘的威严 如这时候 不计较的话 那岂不是以后 更要被潘金莲踩在脚底了 所以五月娘说了 我偏不要你去 我还和你说话了 你两人合穿着一条裤子也怎的 是强悍世界 爸爸走来我这屋里 硬来叫她 没廉耻的祸 指你是她的老婆 别人不是她的老婆 五月娘让西门庆 去了梦雨楼那里 而梦雨楼呢 因为生日这一天 也受冷落 也被呢 气出病人了 看到西门庆 终于呢 初意也发作了 说了 俺们都不是你老婆 你疼你心爱的去 男人喜欢自己 还是不喜欢自己 那来还是不来 都由他去 哪里是一个女人啊 真正能够呢 做到 五月娘在房中跟吴大金子她们呢 聊起啊 春梅 辱骂生二姐的事情 仍然那是气不打一处来 嫩不合理的行货子 生生把个丫头灌的嫩眉大眉小 上头上脸的 还撑人说了 到明日 不管好歹 人都起他骂了去吧 要俺们在屋里做什么 一个女儿 她走千家门万家户 叫她传出去好听 敢说西门庆家的大老婆 也不知怎么管出来的乱世 不知那个是主子 那个是奴才 不说你们这等 惯的没些规矩 恰似俺们不长剧一般 成个什么道理 伍玉娘气的是什么呢 她气的就是呢 春梅每大没小 不将她这个当家祖母 放在心里 一再呢 挑战了她的权威 而对春梅的呢 讨厌呢 别人也会呢 转嫁到潘金年身上 此后这祖父二人呢 被赶出家门啊 就成为呢 避人之事了 毕竟 双方极怨太深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今年年因为吴月娘 拦住了西门庆 没来自己房间 误了生孩子的日期 心中呢 非常不快 玉霄呢 又讲吴月娘 在房里讲的话 告诉了她 说她如何的把蓝汉子 说她如何的呢 叫众春梅 让潘金年就更加的呢 愤怒了 于是 她也没有跟了吴月娘 通报一声 就把自己的母亲啊 潘姥姥呢 打发回家去了 这可是呢 对吴月娘这个当家 祖母的尊严的一个挑衅 因为家里的事情啊 都应该跟吴月娘 说一声呢 吴月娘听说此事 又呢 开口了 所以呢 昨天说了她两句 就使性子 那今天把她妈妈 打发走啊 又不知道她要呢 生什么事了 吴月娘对潘金年呢 也是非常的了解 就像这句话呢 又被呢 潘金年给听见了 蒙口里就开了话言了 都是呢 大梁说的 我将她呢 打发家去 我好啊 把蓝汉子 潘金年都将话挑明了 如放在过去 吴月娘或许呢 还会呢 避开锋芒 不会呢 跟她呢 正面交锋 但现在 吴月娘的忍耐呢 也已经呢 到了极限 于是 吴月娘说了 是我说来 你如今怎么当 我本等一个汉子 从东京来了 成日只把拦在你那前头 通不来后边 放个影 原来只你是她的老婆 别人不是她的老婆 潘金年说 西门庆不来我屋子里 难道我拿猪毛绳子 套着她来 哪个 让得慌也整理 潘金年这句话 正好被吴月娘 抓住了话头 然后吴月娘又说了 你不愣得慌 你昨日 怎的她在屋里 坐好好的 你恰似强悍事件一般 掀着帘子 印入来 叫她前边去 是怎么说 汉子顶天立地 痴心受苦 犯了什么罪来 你拿出包绳子 套她 见不是高低的祸 我们倒不言语 结果赶人不得赶上 在这里 潘金年的确 非常的理愧 把蓝汉子是真实 她不将吴月娘 看在眼里 在吴月娘房中抢 西门庆也是事实 所以吴月娘 毫不客气地骂她了 剑不是高低的祸 但蓝巴汉子 只是一个导火线 并不是吴月娘 真正关注的事情 她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自己 作为一个正式的地位 被挑衅 她在家中的权威 被伤害 所以很快的话题 就由把蓝汉子 转到其他方面 一见皮尔儿 你悄悄地 跟汉子要了 穿在身上 也不来后边呢 说一声 跟西门庆 要皮尔儿 这是第一件事 一个丫鬟 猫属同棉 惯了她呢 有什么折儿 开口呢 就骂人 娇纵春眉 这是第二件事 无论是跟西门庆 要皮尔儿 还是呢 娇纵春眉呀 都是呢 不把吴月娘 这个当家祖母啊 放在呢 眼睛里面 都是呢 对她呢 权威的挑战 都是对她呢 自尊的伤害 所以 这让呢 吴月娘啊 怀恨在心 所以吴月娘呢 就借着潘金莲呢 把男汉子 这个事情啊 宣泄了出来 潘金莲 要走李平尔的皮尔 在吴月娘的心里啊 产生了非常严重的阴影 一到第二年的 真月十二 吴月娘还做了一个呢 与皮尔啊 相关的梦 她在梦醒以后啊 是这样子呢 把梦啊 描述给西门庆听的 我黑夜 就梦见 你在李大姐箱子内 寻出一件大红绒袍 与我穿在身 背叛六姐 劈手夺了去 劈在她身上 笑我就恼了 说道 她的皮尔 你要的去 穿了罢了 这件袍 你又来夺 她使劲 把袍上身 扯了一道大口子 是我大吆喝 和她骂嚷 绕绕着 就醒了 不想 都是难科一梦 这其实呢 不仅仅是争夺呢 一件皮尤 而是争夺的 在家庭的呢 控制权 对家庭的事物的呢 掌控权 五月娘 非常呢 害怕呢 失去了呢 这一切 所以在梦中啊 她都呢 非常的呢 神经紧张啊 耿耿于怀 那么五月娘的这个梦 还有没有其他的意义呢 这个呢 我们后边呢 还会看到 他今年啊 岂是呢 服软的人 所以呢 她也开始呢 顶嘴了 是我的丫头也怎的 你们哪不是 我也在这里 还多着个影儿呢 皮尤是我问她要来 莫不止 为我要皮尤开门来 也拿了几件衣裳语人 那个你怎的 就不说来 丫头便是我怪了她 我也浪了 图汉子喜欢 向着等的 却是谁浪 她今年的环境 也非常的有意 当西门庆 开李平尔的橱柜 给潘经年 拿皮尔的时候 也给了呢 如意尔三四件衣服 当时潘经年 还提醒如意尔 你去后边啊 跟大娘说一声 潘经年实在是 太老摸身算了 原来她挖了坑 在这里呢 等着五月娘呢 丈夫跟奶妈呢 鬼混 来送给奶妈礼物 你作为妻子的 知道了 你不说一声 你纵容着他们 好像呢 要用这种方式 讨好呢 西门庆 将西门庆啊 留在自己身边 潘经年的还机啊 正好呢 触到了 五月娘的那痛处 她一下子呢 脏红了脸皮 说了 这个是我浪了 随你怎的说 我当初是女儿 填房价她 不是称来的老婆 那眉脸齿趁汉金变浪 俺们真才实料不浪 在西门庆家 所有的女人当中 只有五月娘呢 出生正 至于呢 少女的身份呢 嫁给了西门庆的 其他的女人 不是妓女 就是呢 别人的老婆 潘经年更是呢 在做呢 五大妻子的时候呢 就跟西门庆呢 偷情 从这一点上来说 五月娘啊 占据了道德的 伦理的呢 制高点 也从这一点上 五月娘把自己呢 跟其他的女人啊 区别开来 她觉得自己自己呢 与其他女人 不一样的地方 是呢 高于呢 其他女人的地方 这也是她呢 看不起呢 其他女人的地方 怒火攻心的五月娘啊 旧仇心恨 一起呢 涌上了心头 这时候大概连 李平儿临终前啊 叮嘱她的话 也呢 清晰地 浮上了老海 李平儿临终的时候 是这么跟她说的 虽然你呢 生了孩子 要好生呢 开养着 不要像我这样的初心啊 叫人呢 暗算了去 所以五月娘说了 你害杀了一个 只少了我 半斤年这时候呢 也无计可施了 拿出了呢 杀手锦 在地上打滚 扇自己耳光 那头上的笛记呢 就撞飞了 那还说了 那新闻庆回来 让她给我写修书 我回去就是了 又说了 你真才实料 谁敢便别你 半斤年一边呢 耍无赖 一边还在呢 向五月娘挑衅 你说你是呢 少女之声嫁过来的 谁能证明啊 五月娘更加的 那心头火起 更加的呢 可不择言了 她说了 我不真才实料 我在屋里养下汗来 潘金连回几道 你不养汗 谁养汗来 你拿主儿来见我 这两个人之间的争吵啊 就变成了呢 人生功绩 五月娘的意思是 我不是呢 真才实料 那我就是呢 偷人养汗了 潘金连说 你不偷汗 谁偷汗呢 你说啊 这是呢 金连梅这本书里面 妻妾之间的一场呢 正面交锋 两个人 你来我往 不不相让 由一个呢 导火线 就像平时积压已久的呢 怨疯了 全部呢 发泄了出来 而这场争吵呢 也是呢 非常精彩 她是女人吵架的逻辑 她呢 也是呢 生活的重现 潘金连做一个妾 她为什么 敢如此啊 有恃无恐的 跟五月娘 发生这样的争执呢 她大概以为 李平儿已经呢 去世了 西门庆现在 在自己的房中呢 留宿三天 自己已经重新呢 获得了 西门庆的恩宠 有了呢 可以跟五月娘呢 竞争的呢 实力 而五月娘对 李平儿的提醒呢 也是呢 记忆深刻 再加上 潘金连一而再 再而三的 挑战她的呢 权威 挑战她的地位 所以这样的战争啊 也是呢 一触即发 不可收拾的呢 发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之前 潘金连发动了 一场又一场 跟女人之间的呢 斗争 她没有失败过 她都是一个呢 赢家 那么这一次 她跟五月娘之间的胜负 又是如何呢 这当然 同样呢 要取决于西门庆的态度 但是大家想想看吧 五月娘 一个妻子 现在呢 还有孕在身 我们大概能够呢 推测出来 潘金连这一次 对于力量的评估啊 出现了非常大的误差 潘金连跟五月娘的斗争啊 好不容易呢 被大家呢 劝解下来了 孟与楼将潘金连呢 送回房间 那在五月娘的房间里面 大家都在说呢 潘金连的不好 五月娘当然 对潘金连的伎俩呢 也看得呢 非常的明白 她说了 我倒容了人 人倒不肯容我 一个汉子 你就通身把拦住了 和那丫头通通作弊 在前头干的那 无所不为的事 人干不出来的你 你干出来 女夫人家 通把个廉池也不顾 她登台不照自己 还张着嘴说人了 想着有那一个在 成日和那一个和气 对着俺们千眼说 那一个的不是 她就是亲近姑姑了 单管两头和翻 取心角度 人面受心 心说的话就不承认了 赌的那是虎人子 我洗着眼看着她 到明日还不知怎么样死嘞 那一个指的呢 是死去的李平儿 李平儿在生前啊 受尽了委屈 此后啊 终于能得以呢 喜冤昭雪 而吴月娘也是呢 一语成诚啊 潘金年此后果然呢 死无仗争之地 死的呢 非常凄凉 新闻青从外面回来了 看到吴月娘呢 躺倒了 潘金年呢 也躺倒了 她从沐浴楼的口中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呀 非常的着急 进去了吴月娘的房间 向吴月娘呢 拉起来 说道 你现在呢 身上不方便 你你那个小盈份 做什么 平白跟她呢 合什么气 由西门庆的言行 我们知道 潘金年输了 她将输得呢 很惨很惨 虽然西门庆 贪恋女色 但是 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 她非常的清楚 吴月娘是个妻子 现在呢 又怀着孕 即将呢 生孩子 在光哥儿死后 这已经是她呢 最大的希望了 怎么可能 为了潘金年 伤害自己的后代呢 吴月娘也非常聪明地 利用了这一点 一直说自己呢 受刺激了 身体呢 各种呢 不舒服 比你还说了 恨不能搬一起来呢 找根绳子呢 就上吊了 你呢 去跟她过去 免得怎么样 往后像李平儿一样 起她害杀了 大家看 吴月娘在说什么 这时候 吴月娘跟 潘金年之间的 最后的面纱呢 都扯掉了 刚刚在吵架的时候 吴月娘说 潘金年 你害杀了一个 现在她明明白白的 在西门庆的面前 说出来了 李平儿 是潘金年害死的 当最后的 和睦的假象 最后温情的面纱 被扯掉以后 吴月娘跟潘金年之间 也只剩下了 离死我活的斗争了吧 西门庆对于 女人们之间的争吵 她一向呢 漠不关心 甚至呢 采取了呢 逃避的呢 措施 但现在 吃惯自己的后代啊 那就不是呢 小事儿了 而这个 吴月娘呢 有要死要活的 跟一枚重磅炸弹一样的 西门庆呢 非常的紧张 所以她对吴月娘呢 百般的劝谨 安慰 这潘金年 就跟臭屎一样的 丢一边去 不要理她 又非常着急的 给吴月娘找医生 待在呢 待在呢 吴月娘的身边 让丫鬟呢 熬粥 本上呢 去乔大户家做客 很快呢 就又回来了 说什么呢 我热着你 心里不自在 吃了两杯酒呢 就回来了 热这个字啊 用的呢 太好了 立刻让人有一种呢 卵融融的感觉啊 在心头啊 生疼 这一晚 西门庆在 吴月娘房中呢 留束 潘金年果然 像被臭屎一样的呢 扔在了一边 无人问津 无人理睬 这只能说她呢 自讨没趣 自恃尊宠啊 越来越没有呢 眼力见识了 现在还是梦雨楼出面 对双方进行了调停 先安慰了吴月娘 又来到呢 潘金年这一边呢 劝解她 说了 我们身在屋檐下 怎能不低头 潘金年作为一个妾 虽然心不甘 情不怨 还是呢 只好呢 去上房啊 向吴月娘呢 磕头认错 陪礼道歉 即便如此 吴月娘忍人呢 不会放过她 晚上 西门庆呢 要出门去 被吴月娘叫住了 而不是准呢 西门庆去呢 潘金年的房间 为什么呢 说她白天呢 来跟我陪你道歉了 就等着你去呢 跟她陪你道歉 吴月娘一点也不笨 她知道 潘金年白天啊 非常不情愿的 来跟自己呢 陪你道歉 现在如果 西门庆去了她的房间 她大概又要呢 吃呢 苦肉计 西门庆要安慰她 劝解她 可能还要说一些 自己的坏话 这样 潘金年就在呢 西门庆那边呢 帮回了面子 两个人呢 也就呢 打成了平局 吴月娘也不让西门庆 去如意尔那边 因为潘金年说了 说她 吴月娘 娇重 如意尔 那图呢 汉子喜欢 对西门庆 只好呢 去到李娇儿那里 西门庆 女人虽然很多啊 在这种复杂的状况之下 她也不能去她呢 想去的 女人的房间 这样 十一月二十九 潘金年与吴月娘 吵架的当天 西门庆呢 没去潘金年那里 第二天 西门庆忍然呢 没有机会呢 去潘金年那里 一直到了十二月初一 终于呢 去见了潘金年了 这时候潘金年已逝呢 潜驢既穷 只能呢 实行苦肉计了 这里我们来看看 西门庆对付女人的 三个步骤 第一步 装疯卖傻 混淆视听 她见了潘金年 还问她 你为何信心呢 潘金年就等了这一问呢 一个呢 泪水呢 泪水呢 都下来了 还是呢 铁石心肠的人呢 都会呢 心动 更何况呢 西门庆呢 潘金年采取了非常正确的呢 方法 西门庆呢 也装不下去了 只好呢 只好呢 问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跟吴月娘和气呢 潘金年趁机啊 进行论了 一番论了 诉苦 谁和她喝起来 她平白寻起个不适 对着人骂我是蓝汉金 趁汉金 趁了你来了 她是真材 实料 正经夫妻 谁叫你又来我这屋里做什么 你守着她去就是了 省得我把拦着你 说你拦家 只在我这屋里缠 早是肉身听着 你这几夜 只在我这屋里睡来 白眉赤眼 你叫舌根 一线皮好 别说我不问她 擅自就问汉子讨了 我是你的奴才丫头 莫不往你屋里 与你磕头去 这小肉骂了那贼侠淫妇 也说不管 偏扭那些生气的 潘金年不但 说说自己的委屈 还要呢 挑拨呢 西门庆 说了 你若真是个男子汉 你就呢 一拳阻定 哪来那么多的闲言语 都是我们呢 自清自荐 西门庆这几天的状况 对于吴月良呢 百般的温存 照顾 讨好 而对于 潘金年呢 不问不问 两相对比呀 的确让人呢 很心寒 所以潘金年在此呢 又是呢 双泪直流啊 这当然呢 不是作假了 的确呢 是呢 很心痛的 真情流露 西门庆才 懒得管啊 女人们之间的呢 纠纷 只想呢 赶紧从这样的呢 混乱当中啊 逃出来 所以下面呢 就是他的第二步了 推卸责任 转移目标 看潘金年那个样子 他说了 昨天呢 我本来是要来见你的 他说了 他指的是呢 吴月良 他说我来这边呢 是给你呢 陪不是的 他不许我来 所以我只好去了 别人的房间 我虽然跟别人在一起 但我心里呢 就只想着你 这个混账男人啊 将自己的责任呢 推得呢 一干二净 将吴月良拿出来呢 做了炮灰 大家想想看吧 如果以后 吴月良还会跟 潘金年呢 发生冲突 那这一定又会成为呢 吴月良的呢 一个罪状 潘金年肯定又会 抓住这一点呢 不放 对呢 吴月良呢 进行攻击 潘金年又说了 非常多的气话 西门庆才懒得呢 跟你呢 纠缠 所以下面是 他的第三个步骤 调情 打趣 亲密 接触 这边潘金年 还没安抚妥当 那边春梅 还躺着呢 所以大娘啊 当着众人的面 骂她是奴才 气生 气死 整整哭了 三四天 基本就没有办法 又去呢 安慰春梅 男人在坐享 其人之福的同时 也意味着呢 更多的麻烦 春梅啊 本来就是一个丫鬟 本来就是一个呢 奴才 吴月良骂她呢 也没什么呢 大不适 男春梅 仗着呢 有西门庆 有潘金年 撑腰 自适的尊宠 在家里 非常的盛气凌人 非常的呢 傲慢无礼 西门庆 西门庆 她呢 霍西梨的方式 暂时安抚了 两个女人 西门庆家 师父又恢复了 暂时的呢 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